阿羅多姿的身影穿梭法庭犯罪現場 每次總夾帶強大氣場 厚厚一點卷宗不是砌毒就是竊盜 結案壓力常人無法想像 新北意見署檢察官陳漢章獨家抒壓方法是這個 化妝鏡 這有燈耶 好厲害 這有燈啊 你真的超專業的 那當然 起床的罐匙加化妝 我剛剛弄頭髮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每天我只要能看到我自己漂亮的樣子 我就覺得這天就是都會快快樂的 陳漢章其實是個如假包換的生理男性 四年前開始以全女裝造型來地檢署上班 互動也像 對 像姐妹掏閨蜜一樣 真的喔 平常跟她相處 對 她會跟你講說你的臉喔 膚質要什麼保養 晚上睡覺要弄什麼面膜 然後要什麼清潔 然後小小的什麼美白針啊 看到她本人感覺怎麼樣 就自殘心慧 連女生都被她激起鬥志 陰柔外表下 陳漢章辦起案來相當有膽識 曾瓦解黑幫暴力 討債集團 並指揮警方破獲史上最大的安獨工廠 今年還有另一個特殊任務 新北地基金屬 太子女本位一起來 政經八百的司法機關中 陳漢章是個非常吸睛的存在 今天能夠勇敢做自己 職場包容給了她很大的自信 那時候還沒有真正的公開 然後那個時候檢察長就覺得 我留長髮包 他就跟我的主任檢察官講說 請查安長把他的頭髮剪掉 這件消息沒有傳到我這邊來 因為我的主任檢察官就 就是義正辭言地跟檢察長說 你不能這樣做 他說這個是人家的自由 你不能去干涉人家頭髮 要不要留長這件事情 我之前在京都訪問一年 那一年期間 因為在國外都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我就可以24小時都穿女神的衣服 那時候過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回到台灣之後 我本來想說 就是又要回復以前的生活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我知道回不去 就變成用漸進式的一個轉變 所以我剛回來的時候是一個 比較中性的打扮 那他們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呢 他們反而就是 他們都沒有理我而去 就是都還是對我非常非常的好 上了小學之後你會發覺就是 男生跟女生穿的衣服不一樣 你就會比較想要穿女生的衣服 40歲以前這都是偷偷來的 就不能讓其他人知道 也不能讓爸爸媽媽知道這樣子 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才能起來就是穿一下 就是感受一下那個感覺 那之後就要把它藏在裡面 上了國中無法壓抑內心渴望 但陳漢章擔心同才壓力 拿著零用錢偷偷買女生的制服 就算只能穿短短幾百公尺 已經讓他置身天堂 一定是在很早的時候 用走路的 然後就走到學校 同時也是要找一個地方 在學校的周圍 找一個地方把衣服換回來 然後再進到學校裡面 只要經過那一段路 你就會哇 就會覺得 超級高興 就是那種高興 就是可以讓你高興一個月的高興 一般女生像喝水吸空氣一樣平凡的事 陳漢章拿出過人意志力 就像自學彈鋼琴 練習再練習 一擎天下無難事 你如果從小就是做女生的話 其實你會有點 對於這個東西的積極度 絕對不會有我強的 因為我能出去做女生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會用很多的心力 讓我自己能出去的時候 我就要 讓我自己達到一個 就是讓我自己看起來 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喜歡的一個程度 穿起來就是讓你覺得說 平常就會在穿這個 可能兩三個月吧 然後就是 每天都來穿 就是上班 出門就穿 對 出門就穿 歡迎來到我的更衣室 那 這個更衣室就是有一面牆 這個都是我的衣服 像上一次的香菸我就是穿 我就會穿這一套 跑命案現場或出席法庭 女裝打扮已是家常便飯 轉個風格也可以很淑女 這是已經是婚紗等級的衣服 買的時候 你有想說我什麼場合可以穿嗎 沒有 有很多衣服我就是 看到漂亮我就買了 女人的衣櫃永遠都少一件衣服 從精明幹練的女強人 到韓劇女主角 好幾萬粉絲每天就想看她穿搭造型 就是我的收藏 我最喜歡的收藏品就是我的衣服 你覺得煩惱 你就去買衣服 然後你看到自己穿漂亮 你就會把那件事都忘記 雖然愛穿女裝 但從沒喜歡過男生 她跟女友交往之初 就會坦承自己的癖好 婚後相處模式 也跟一般夫妻很不一樣 定做的旗袍 就跟菜做的這個 喔 一起的 對 因為是定做的嗎 在同一家定做的 有一個男性的形象 自己老公好像就不見了 而且還比我漂亮 這件事我非常不能接受 那因為人生還要繼續 婚姻也還要維持 這個時候只有改變自己轉念 一路走來 太太太始終是陳漢章最堅強的後盾 外界有雜音 她總是第一個跳出來捍衛老公 粉絲見面會上更是替她顧前顧後 新北地檢署大門口 新北地檢署大門口難得這麼熱鬧 全是為了一督偶像風采 我住了她一個多小時的車 蛤 對這邊真的有點遠 你住哪裡來 我住三重 你住三重 你專門為了她來嗎 對 她好像是從四十幾歲開始才開始穿女裝 所以我覺得這個改變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覺得她很棒 可以勇敢做自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去外求說 我要誰誰都認同我們這一生 就算在這個時間段 你也只有這麼一次機會而已 我覺得如果你想做的事情 你覺得你自己想變成什麼樣子 你就應該要全力以赴要變成那個樣子 她是檢察官 是老公 更是一個爸爸 跟兒子同學出去玩 也適時給孩子們機會教育 一開始說小朋友會 小朋友還會跑過來跟我講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那我都會跟他們 就會解釋說 因為大家都不一樣啊 小朋友都會叫我 叉叉爸爸這樣子 我的小朋友就會很大聲地講說 他就是喜歡女生的樣子啊 有什麼好奇怪的嗎 不讓人生留下遺憾 是陳漢章自帶光芒最大的秘密 美麗的定義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 勇敢做自己 就是最獨一無二的存在